《言文哉族书接上回》 上回就说到 那程家清呢 就说了大篇孙中山怎样本事的说话 熟亲王就喝着他 啊?那你这么大胆 说孙中山这么多好玩 你不怕斩头啊? 王爷 是你叫我照直说我才敢说的 嗯,好吧,好吧,你说下去 我再问你 孙中山和康有为 两个人哪个本事呢? 哦,如果说古文根底呢 孙中山就比不上康有为 但是,如果说阳文修养乃至治国方略 那孙中山就远远胜过康有为咯 只说人品、造人、道德 哎,康有为咯 哎,康有为就有牌都跟不上孙中山呢 既然你觉得孙中山那么好 那你又不跟随他革命 反而归附于我们呢? 哎,都是因为 因为我不熬得苦 所以就没法跟随他 我并非是嫌弃他才走的 苏亲王真是心有所醒悟 他想了一会儿 哎,有什么事要我做的? 哦,是不是你嫌你那顶乌纱 啊,没有小了些啊 王爷,晚生并非为了家观尽着 那你就大胆地说 你说你为了什么? 我这个人呢 最讨厌人家 趁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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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搞 没有他真心话的 王爷,我是想为汪精为王福生求请 啊?哈哈,你只胆是大胆,你不怕 你一起吹去這斩啊? 趁趁趁趁马上跪在地上 王爷,他们两个都是我去日的同事 尤其是那个汪精为 是一个要不起的 他很有天才 杀了他太可惜 求王爷开恩 放过他一条命 属身王很久都没开口 一年 咀了几盘水烟斗 叹了口气 我看过汪精卫的 咀咀明师 这个人有骨气 有文采 确实是个人才 不过 不过这件事 就非同小可 是啊是啊 这件事 除非王爷 要不然其他任何人 都回天佛述 啊 我并非是因为 同情汪精卫 我只是因为你 你一片真诚 所感动我 你和他已经 分道扬彪了 尚能够念旧 念及有意 盼死为他求情 这点 确实难得 多谢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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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他爬起身又说 我还有个请求 千万不要说给汪精卫 知道我曾经为他求情 嗯 为什么呢 我没面子见他 属亲王十分有感触 你这个孙中山真是不可思议 你教育出来的人 就算是背叛了呢 还是心明大意的 孙中山真是朝廷心腹之患 属亲王又吩咐 程家清 这件事绝对守口如瓶 万一走漏风声 你都要斩头 不是说你 连我都受牵连 程家清 何尚不懂得这些道理 他之所以盼死 为汪精卫求情 确实并非想在孙中山 与汪精卫身上 撈取了什么 他只是对自己良心的一次补偿 那么汪精卫王复生 过了在赛事口斩头这一关 压头再审 那么这个消息呢 使得孙中山 和整班革命党人都十分高兴 陈碧军呢 见到汪精卫就一线生机 他就不肯离开北京了 日夜守着监仓外面 每日提南松范 他对汪精卫一片忠心 一事传为佳华 孙中山和王卿呢 亦为汪精卫的英雄气概 陈碧军患难与共的崇高爱情所感动 现在呢 孙中山 在斌狼与召集南洋支部 各个负责人来开会 部署下次武装起义 在场除了王卿 胡汉民 邓泽宜 林郭敏 林军福 赵星 陈碧军的母亲为月朗呢 亦都参加了开会 大家商讨下次的起义 孙中山就说下次的起义呢 叫做卷土重来 一定能够成功的了 王卿就问 这次起义的地方 选择在哪里最好呢 胡汉民就说 广州基础比较好 孙中山就分析 说我们在广州新军呢 就比较有基础 赵星曾经担任过 新军的标筒嘛 可以做起义的主力军 另外呢 革命党人有八百人 已经组成敢死队 可以打先锋的 林军福 林郭敏两个都争着 敢死队由我来带队 孙中山就说 这件事商量下再决定 王卿又提出来 说如果广州起义成功呢 他就统领一路人马 出击湖南 直撲武汉 赵星就说我带着一路军马 由江西直入南京 那时长江流域 各省来到乘机起兵响应 大事可成 孙中山最后就决定 派王卿马上去香港 坐镇在香港指挥全局 孙中山又吩咐大家 要小心行事 他说 我已经派了邓宅宇 姚宇平 胡罕民 去南洋筹款 派了冯志佑 王云苏 去美洲筹款 不过呢 因为我们失败次数太多了 所以筹款呢 又很大困难 时时都会被人冷落 邓宅宇就诉苦了 不是 我去马六甲 找到当地的大富翁 说到革命 要推翻满清政府 他一口赞成 只说捐钱一无不拔 你们猜一下 你说我去马六甲 筹了多少钱了 林军福 那倒是一千元 你开胃啊你一千元 加上才三百三十元 哎呀那真可怜啊 孙中山就说了 你们呢 没可能要求所有的华僑 都像邓宅宇 林军福那样 卖了家产来捐助革命 伟家 你以为这么容易吗 王兄就指着林军福说 哎呀 林军福啊 将他老爸的田契地契 偷了出来 卖了 来捐了给革命军 他老爸啊 还有一只蒙茶茶 被他扼了 后来才知道 已经倾家荡产 家空物正了 激到他老爸反面 不认这个儿子啊 登报纸和他脱离父子的关系了 林军福也说 哎呀 我也很后悔 其实呢 我应该留回 几帽秀田给老爸的 听向人说啊 我老爸已经流落到做苦力了 说到这里 眼圈都红了 王兄就说 孙先生已经派人去找你父亲了 找了很久啊 还没找到而已 孙先生 知道你父亲的情况之后呢 一直都很担心啊 立刻派人去广东 打算买十某田地 田契呢 写你父亲的名 还要找人告诉他听 这些田啊 是你的儿子林军福买给你的 可惜找不到你父亲了 林军福十分激动 孙先生 多谢你啊 多谢你这么关心 你是代我执行 为人子女的义务啊 你千万不要这么说啊 人谁无父无啊 何况 你是为革命倾家荡产的嘛 大家应该多谢你父亲才真的 接着孙中山又向大家 报告财经的情况 他说 我们呢 虽然是困难 但是呢 也不是说可怜得那么高 我现在向大家报告 我呢 已经在美洲 囚集到七万七千民 在英属南洋 囚集到四万七千元 在何宿南洋 三万三千元 一共囚集到十五万多 我们革命党人一无所有 凭三寸不难之事 向群众宣传革命 就能够集到这么大笔钱 这些呀 已经是十分不容易的了 还是那句老话 华翘乃革命之母 现在 革命形势一片乐观 自从春节起意失败之后呢 同盟会呢 做了回整顿 重新审查同盟会 所有的会员情况 又吸收了一批新会员 新会员呢 是分布在新军各个支部 平日接头呢 都是在城王庙啊 或者茶楼啊那里 那就避免敌人跟踪啊 新军里面呢 最有实力的是 八百人组成的先锋队 最紧要的枪支弹药呢 现在有了 在西贡呢 就买了一百支 在日本呢 混了六百二十八支部枪 香港呢 买了三十支 现在呢 已经将那些枪支 分散了来都收藏 收买的仓库啊 余拖啊 分礼的嫁装啊 等等等等 避免好像过去那样 一下子被人招了出来 所以这次在广州呢 分别选了三十几个地方 来到收藏枪支弹药 现在还开始 逐个人来来审查 感死队的成员 孙中山呢 孙中山呢 还再三提出 一定要找质素最好的同志 组成这个感死队 同时呢 要加强和其他国省的联系 王兄就报告 在湖北方面呢 已经派了居正 和谭仁峰 大迷经费交了给孙武的了 孙中山就问 哎 孙武啊 是谁啊 怎么我不懂的 怎么不懂的 是你的脑部下孙宝人咯 大家商量过 认为呢 为了增加号召力 决定要孙宝人 改名做孙武 说是孙文的弟弟啊 一文一武文 没有相传 孙中山就下下声笑 喂喂喂 那我豈不是很着手 白白多个弟弟 孙中山 布置完各项工作呢 就翻翻进去 他住的办公室 兼卧室那里了 哎 两个女儿在等他 一个女儿十六岁 另一个就十四岁 原来呢 自从孙中山的母亲过世之后呢 妻子奴毛精 就带上两个女儿 去到南洋 不过孙中山 就住在机关 他们三儿子那呢 就另外租屋住 孙中山就整天 不得闲 好少好少回家的 所以见面的机会 就好少的 现在见到两个女儿呢 孙中山就十分开心 满面笑容 哎呀你们来了 好好好 马上 喂拿点好吃的东西 来招呼一下我两个乖乖女儿啊 马上就皱了 喂喂喂 这里哪里有 有什么好吃的东西 招呼人家啊 呲 那你就出去买了嘛 买些榴莲 牡丹果 我二姑娘最喜欢吃榴莲 是两个女儿都笑了 那小女儿就说 我小始终吃些什么 现在 老爸都全部都不记得了 而我吃什么 你根本就不知道 你都没有放在心上的 那女儿很平常一句说话 就刺了孙中山一下 他确实有点惭愧 那么多年里 作为父亲 实际上 十分对不起这女儿 自己做父亲实际上 是不清智 关心得太少了 孙中山就发觉 马昌还站在那里不动 喂喂喂 你还不快去买 那么你不拿钱来 我们怎么买呀 孙中山呢 给个马昌几句说话 当正在女儿面前这么说 就搞得十分尴尬 他死定硬上 实际上是什么没钱呢 我柜桶里面大把钱放在那里 马昌一尾就动都不动 孙中山也不敢再出声了 女儿就通气了 爸爸 我们回家了 妈妈在家等着你啊 哎呀 今天我不得闲啊 你回家说妈妈听 我过了几日就回来啊 不行啊不行啊 今天你一定要回去 啊 为什么啊 爸爸今天 不得闲啊 爸爸 你知道不知道 今天是什么日子啊 我看你一定忘记了了 啊 今天是十月十六啊 哎呀 原来是我生日啊 好好好 今天放假 我回家 回家做生日 马昌见到面前这个老领导 突然间好像变成个弟弟哥那样啊 马昌也忍不住笑了上来 孙中山一手拖着一个女儿 父女三个又说又笑 在夜林小道就走回家 孙中山就问 你妈妈这段身体怎么样啊 我买给她的那种药是最新出的啊 有没有效啊 好像都不是很健康那样啊 这几日 妈妈经常叫腰骨痛的 是吗 那我下次去美国 我再买个另一只药给她 爸爸 你又要走啊 是啊 我在这里不住了多久啊 我住了久了被人捉的嘛 我现在非法居留的 唉 所以我才没办法 跟你住在一起啊 这天真是有家难兵有国难投啊 哦 那怪不得 妈妈过世之后 你将我们搬来这里住啦 那么久啊 你夹起来都没回过家 多少次我看啊 爸爸 你连我们住哪里你都不记得了 孙中山十分心痛 摸着两个女儿的头 唉 等着革命成功 爸爸就跟你住在一起 再不分开了 唉 你两个现在都是大个人的了 要好点照顾妈妈啊 是啊 那个妈妈好牛颈的 什么都争着做 每一早他们起床 他帮人来摺一些衣服回来洗 连手指都磨到烂了 唉 咦 为什么呢 那么南洋支部没有拿生活费给你妈妈吗 妈妈不肯要啊 他说你们财政很困难啊 他自己做找到食 暂时不需要你们帮啊 孙中山 孙中山只叹了口气 他们回家了 他租的房子非常简陋的 是当地人啊 用些茅草搭习的房子 今天是孙中山的生日 卢武精呢 就订了个蛋糕 就放在小小客厅上桌上 孙中山就切开蛋糕 和两个女儿一边射就一边在那儿讲笑 一眼就望见卢武精 记住他坐着 心事重重 眼角闲着泪花 咦 今天丈夫生日 为什么卢武精这么伤心呢 欲知后恃如何 且待下回分解 我